三年来袭击菲律宾的最强台风海马 星期三深夜横扫北部城镇 摧毁了多个稻米种植地 风灾夺走了至少八条人命 九万多人流离失所 目前海马的威力已经逐渐减弱 当局正在加紧修复电源 让中断的通讯和公路系统恢复运作 五级台风海马登陆菲律宾北部 卡加岩省和伊罗阁区带来大量雨水 造成山泥倾泻 来不及回家的人连忙躲进市集内 却也让商家能在风雨中摸黑卫生机打拼 未免这股时速225公里的超级台风 带来巨大破坏 当局在台风登陆前 已下令旅送到学校停课 政府部门关闭多趟航班取消 失去家园的难民只能栖身机场 等待风雨过去 据伊沙贝拉省救灾中心统计 风灾至少夺走两条人命 当中一人怀疑被断裂的大树压死 在香港有民众派到大水把湾崽变成河流 巴士行经时小心翼翼 海马星期五将朝中国广东挺进 中文字幕别对悦卜的电视力 Motors 最高温多战